当您不知道毕业后如何就业的时候 当您不知道生活中如何减压调整心态的时候 当您不知道如何处理夫妻关系的时候 当您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创业的时候 什么叫包容呢 就是把所有的是非恩怨都搁你肚子里消化了 什么叫毅力呢 当别人认为痛苦的时候 看不见光明的时候 你看见了黑暗的尽头 如果我要解决我的情绪 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认知 我得认知我的情绪 比方说我现在特别害怕 那么我要承认我特别害怕 作为一个真正的领导者 他的目的不是要成就自己 他要成就他的伙伴 你的生活状态跟你遇到的人也是相关的 我们有很多很多种的可能 这种可能是你自己都不料的 心理健康 人生理想等多方面的成长心得 有密网特别制作问答节目 在路上 邱薇作家 资深唱片企划主持人 十年来先后策划并主持新音乐漫谈 非常流行 口述心扉 城市日记等十余档节目 同时他还是专栏作家 娱乐频道顾问及撰稿人 被誉为中国第一才女作家 内地最具幽默感 最懂生活的女作家 本期节目邱薇与您共同探讨 面对爱情 首先要坦然面对自己 爱情的一体两面是什么 爱情是什么 它一定是一体两面的 一个是给 一个是接纳 你可能不愿意给的 很多的原因是 你觉得你接纳的不够 北野舞有一个电影叫玩偶 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个电影 就是大家可以去看看 这个是一个很经典的片子 它其实就是讲 就是我们要在一起 爱是给出去的 当你爱一个什么人 或者是动物东西的时候 更多的是 你希望是一个 给予的一个心情 那情其实更多是感受面 就是你感受到的一个东西 所以可能爱情 它比较重要的是平衡 就是给予和得到 一定要有一个平衡 才是比较完美的爱情 面对感情 如何克服自己的软肋 你心里头其实是 基本上有两面牌 一个是正面牌 一个是负面牌 你常常去翻哪一面牌 就是你散发出去的 那个气场就是这样的 我是那种 我不管别人说什么 我都会翻正面牌 比较多的 我自己是一个 没有什么天分 也没有任何的背景 我也没有任何的一个 一个地方的材质 我觉得我比别人好的 比方说 我小的时候学小提琴 我常常被人说我挺笨的 然后比方说我上学的时候 几乎所有的功课都不怎么样 而且我长成这样 就是小的时候比现在更惨 我刚刚开始做电视节目的时候 每天收到最多信和留言的就是 你长成那样还来做电视节目 我怎么了 开始的时候一定会沮丧 其实每一个人的所谓的软肋 或者你觉得你自己差的地方 没有人能点到你差 而是说你自己先暗示说 我这个地方不行 然后你就真的会不行 我们有一个不导温集团 这个不导温集团包括大家 认识的一些明星 比方说我的同学叶培 比方说主持人柯兰 还有刘兹 这一系列我们都叫做不导温集团 我们小的时候玩过一个玩具 叫不导温 就是你怎么摁倒它 它就又弹起来了 不要拿你自己的弱项 去比别人的强项 去发现你自己 比别人做得好的那一个部分 每个人都有的 然后再把这个部分 去给它扩大化 我觉得世界上 是没有情感专家这回事的 就是说当每一个人 帮你去分析 你的情感问题的时候 他只是具备几个功能 可能有的时候你需要倾听 你需要分享 人有这个情愫 另外就是说 所有的真的给出你意见的人 千万都不要听他 就是比方说 你问了一个问题 说我要不要跟他分手 如果他给你的答案 是分或不分 这样的人叉叉绝对不是专家 专家不会给你答案的 专家只会告诉你一些 你自己看不到的东西 情感是一个很奥妙的东西 它是基于对自己的了解 在我写第一本书的时候 我有一个好朋友 闺蜜 他跟我说了一句话 我特别感动 因为我在出第一本书的时候 他结婚了 然后呢 他的爱情宣言是这样的 说如果婚姻是爱情的坟墓的话 那么就让我们一起携手 把它建立得像金字塔一样的美丽吧 我当时觉得这句话真妙 可是过了几年 我又还想金字塔 那其实也挺诡异的 里头是木乃伊 就是你每个阶段 你会对这个事情 有不同的观感 所以我觉得所有的情感问题 没有统一的答案 一定要找到那个 适合你自己的方式 可能你觉得幸福就好了 也许再过五年之后 他觉得安稳是好的 不代表他变了 而是说他的选择 我们只对现实线下负责 这个才是一个最适合的 负责的方式 我最喜欢的一句话 就是瓦尔德说的那句 爱自己是一场终身恋情的开始 我特别特别喜欢这句话 那我很喜欢瓦尔德 可是瓦尔德你看这个人 从开始一个很骄傲的人 然后到被打进监狱 然后他从异性恋 变成同性恋 可是在我来看的话 我不会觉得他本身变了 而是每一个阶段 他很忠于那个阶段的自己 其实这个大概是很多的时候 我们要去寻求的一个方式 就是你怎么样对 此时此刻的我自己负责就好了 如何碰到打开自己情感小暖瓶的人 杜拉斯在八十多岁的时候 还有一个情人 就是他最后的一任情人 那个情人比他小很多 这个男孩真的有受虐倾向 他为杜拉斯做一切的事情 然后杜拉斯总是骂他 打击他 然后就跟他说 你这辈子不会有任何其他的成就 你唯一的一个成就 就是你是杜拉斯的情人 你只能做好这一件事 结果在杜拉斯做过以后 他自己变成了一个作家 然后他写的这本书就是 我如何当杜拉斯的情人 所以你看比方说像杜拉斯这样的人 或者是说萨特和布夫瓦 那他们一辈子都更多地想往 某一种类型的自由 他们会鄙视婚姻 但是我的建议是说 我们永远都不要说绝对不 因为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 过个几年你碰到了另外的一个人 或许那也许他把你的心里的某一个小暖瓶给打开了 然后里面冒着结婚的白烟 你可能也就降服了 这些都不一定 其实你的生活状态跟你遇到的人也是相关的 我们有很多很多种的可能 这种可能是你自己都不料的 只是说有的时候你有运气碰到一些人 这些人启发了你某一项的情感或者是特长 那如果是说你是一个胆小的你希望安全的 你就没有那么多的机会碰到那些能打开你的小暖瓶的那个人 所以多体验呗 人生真的有生之年多去一些地方 多认识一些人多失恋恋爱几次 也许结婚离婚再结婚 不要有太多这种情感和财产的损失 这个在我来看都还好 它跟忠贞不忠贞无关的 因为其实你首要忠贞的那个人是你自己 我们现在的女孩 我们自己拥有的东西太多了 当你拥有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就觉得我有资格更在意我自己 我有资格让我自己过得更好 我凭什么要对你这样对吗 一旦这样 你就把那个本来的那个 这个世界对男女的分工给打破了 就是你没有给别人留下手的地方 爸爸妈妈当然是爱自己的小孩的嘛 那我们如何跟未来的 另一半的家长相处好这个事 它其实最重要的真的是要基于一个彼此的了解 比方说可能他只是看过你某一个照片 他觉得你挺厉害的 我觉得别让我儿子吃亏呀 那你就要想办法让他更多的了解 你可能不是那样类型的人 那你首先要跟你的男朋友去沟通清楚 问他问题的症结到底是处在哪儿了 然后如果你也很爱你的男朋友的话 那你就要为了这个问题再去多做一些努力 中国人的习惯尊老 他是你爱的这个人的爸爸妈妈 那首先从礼节上面小辈要去拜访长辈的时候 一些礼数还是要周全的 因为你们之间是没有平等的 他是长辈来的 就是这个是你没有办法逆转的 你现在最爱的这个人是他生出来的 所以这个也是没有办法逆转的 那我的建议是说 你要首先去怎么样让自己 为了要获得这个认可 再做一些事 不是说做一个假人啊 你要尽可能地把你更多的好的那一面 让你男朋友的爸爸妈妈看到 我周围的剩下来的男的比较更多一些 他们有一个共性 就是这些人他们是优秀的 所谓的这些优秀 就是很符合大众眼中的那种优秀啊 比方说高学历高收入 可是呢 这些人很奇怪 都没有女朋友 我后来一直在想这些阻隔是 源于的产生是在哪 我们不管说我们爱谁 其实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最爱的那个人真的是自己 你起码是说你很在意自己的那个感受 女孩子被剩下来的一个很大的原因 是她不愿意再妥协了 可能在我们的父母那一辈的女孩 他们结婚是觉得未来我的生活方式 在经济上面是会有依赖的 那现在的女孩越来越独立 然后如果我在婚姻中 首先把经济的依赖这个东西摘除的时候 我可能就会像一个仙女 我先我先仰着头 那我要服侍你们 当你散发出这样的气息的时候 其实你会把你方圆三公里的男的 先下的下跑一下 对 我们现在的女孩 我们自己拥有的东西太多了 当你拥有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就觉得我有资格更在意我自己 我有资格让我自己过得更好 我凭什么呀 要对你这样对吗 一旦这样 你就把那个本来的那个 这个世界对男女的分工给打破了 就是你没有给别人留下手的地方 那我周围的那些很优秀的男青年 男中青年们 他们实际上也是觉得好可怕 就是说我放眼望去 全部都是优秀的女孩 男人有一个比我们女的更严重的地方 实际上是他们不愿意了解真相的 就是他们更加在意别人对自己的某一个看待 有一次那个歌手左耀诅咒说了一句话说 男人至少要花出百分之三十的时间来吹牛 就是说男人男性世界里面 他们更喜欢就是我是这样的 然后我是一个雄鸡 然后你们是这样 可是现在我们女孩首先摆出了一个姿态 那你让她怎样呢 她得站高桥才能更有那种能驾驭你的力量 或者是说你让她去俯下身 可是相信我 一旦你的男朋友是对你小鸟依人的 太可怕了 这个事情她又变成另外一个怪圈 所以我想跟所有的很优秀的女孩子们分享的 一个是说真的对不起大家 这个世界上的现在的状况是假女配女男 这个真的是这样 因为我们女孩进步太快了 你们大家有没有发现 有一个特点 比方说我们上小学的时候 我们的成绩会比较好 慢慢到大学的时候 男孩子们赶上来了 对吧 然后好学生都是男的比较多 我们其实现在处于一个这样尴尬的情况 我们现在三十岁左右的时候 我们女的觉得我们很优 可是相信我到五十岁还是他们强 所以说我比较能够相信同样年龄 二十五岁到三十岁这个阶段的 可能女孩子在有些职业里面 比方说特别是公关啊 广告啊 这一类的职业可能女孩会比较更容易混职场 你看我们看有什么嘟啦啦生殖记 然后可是你再往上的时候就是唐骏的这种了 实际上当你在做评断的时候 你已经拒绝去了解她了 当你拒绝去了解她的时候 你就很有可能去丧失掉一些 可能很有意思的机会 那我们现在的女孩特别容易碰到的就是这样的 比如说前两天我去上一个舞蹈课程 然后我一个小妹妹就跟我说 我不想跟她跳舞 因为她身上有一种什么样的气味 然后我不想跟她跳舞 因为她手心出汗 我也不想跟那个人跳舞 因为她老是踩我的脚 我也不想跟那个人跳舞 因为她太黑了 我也不想跟那个人跳舞 她跟我差不多高 然后你就听下来 其实所有的人已经都被她打了叉的 所以我想跟大家女孩子们分享的 就是说归零的心情 下凡的心情 然后得到别人帮助的那种心情 就是当你做出一个姿态是 你其实是需要大家的 你周围才会有这种 你才会有广结善缘的机会 有一段时间我觉得有一点问题 就那段时间我在经营我自己的公司 我常常会有一个直接的反弹是 不用 我自己来 不用 我自己来 但是等你把自己归零之后 你会觉得获取别人的帮助 然后偶尔你把你自己 内心是很脆弱的那个面 不要害怕把它暴露出来 这个是好的 因为你才会有让别人进入到你的世界的机会 我们要相信我们有那个能碰到机友谷的运气 所以你要怎么样把自己内心的某一扇窗户打开 然后再把某一张眼睛打开 可能现阶段它不是最完美的那一个 而且实际上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完美的 但是你要相信你自己选了这个人之后 他跟你在一起 你们彼此能变成最完美的 你比方说三十岁左右的时候 你选一个三十五六 从年龄上很合适的 三十五六而从来没有结婚的男的 他肯定就是他自己的怪癖会多的 而且他肯定之前经历过很多 那凭什么人家种树你摘桃啊对吧 所以那还不如 好 我不用找那么完美的 但是我找一个机友谷 就是我能发掘到他身上的某一种吸引我的东西 然后我们彼此给对方力量 然后变成特别好的那一对 我觉得这样的话 其实情感面会更稳固